拿出电锯把结冰的河水锯开一个大洞 原本在水中悠游的鱼来不及逃 直接冰封被渔夫带回家家菜 但气温有多冷看看房子内 天花板墙壁到处结冰 各式家具全都被厚厚的冰包住 甚至一开门几乎被冰雪掩埋不能出门 民众拿着一片口罩 用手一捏口罩竟然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北京7日最低温降到负19.5度C 创下北京21世纪最低温记录 甚至有民众才出门半个小时 他的口罩就变成冰棒 这是早年新代的口罩 然后整体是有点就像冰茶似的这种 有点发硬了 而且口罩硬道可以站立起来 足足让民众感受到寒流的惊人威力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 北京气温都将持续偏低 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 零下近20度是有多冷呢 记者就体验给你看 一波两波三波 记者往天空中泼洒热水 瞬间画出一道道凝结成冰的冰冻弧弧形 哇 我来看一下地上 可以看到迅速凝结成了小冰茶 北京冰天雪地 但更惨的是许多网友纷纷上网 po文表示回到家竟然没电 还要爬楼梯到酒楼 家里暖气热水器通通也没电 还沦落洗冷水澡 而另一个冷到停电的还有他 画面中可以看到漆黑中有大批人潮 用手机的手电筒找寻出路 这是山东的师范大学 许多学生在零下20度C的惨况下 遇到全校停电 现在之外的这个温度是零下8度 但是我这个体感温度大概能有零下18度 再夹到这样的风 我的这个体感温度甚至更低 去年年底开始 中国大陆从南到北多个省市 传出限电灾情 中国大陆外交部特地喊话 不必为电力供需感到担忧 但就看大陆各省市 是否能在冰风暴袭击下全身而退 东森财经新闻 张张华福祥综合报道